我为什么当时提出来 要办一个乡声论坛 就是到了参加 相国里拉峰会以后 我发现那个话语权 基本是掌握在 发达国家的手里 相国里拉峰会 它是以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 以它为主导的 美国积极参与 美国每次不是派 什么助理国防部长 就是派国防部长去 为什么 他就要掌握这个话语权 而发展中国家 在那几乎没有发言权 但到我们这儿 它是坐上宾 对 就像您刚才介绍的 其实以往发展中国家 在这样的国际性的 安全对话的论坛上 它很少有机会 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在乡声论坛上 大家完全可以 就自己的安全关切畅所欲言 那发达国家 在他们有话语权的论坛上 他们在说到 他们的安全关切的时候 通常是什么视角 我觉得他们 在谈他们的安全关切 更多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 他自己要什么 或者他那个集团利益 他不是考虑一个全面的 你像咱们谈那些问题 都比较宏观的 而且是从全人类的观点 来谈我们的一些安全关切 安全建议 西方国家 它经常是就某一点 就是就事论事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大的区别 那么再一个 他们就是 就他们自己的一些利益 你像奥巴马 曾经说了一句话 如果让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过上美国人的好日子 那将是一个世界性的灾难 所以他们搞这些安全论坛 他就是想束缚发展中国家的手脚 不让你去感超到 他们的那种发展水平 所以是损人不利己 我觉得就是 罗将军这一点非常好 就是十来年前 就有强烈的意识 觉得我们要有中国人 自己主导的论坛 我那时候很早就批评 很多人说 我叫大国小民的心态 觉得中国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也不行 莫名其妙 更不了解世界发生变化 中国发生变化 所有国家 包括西方国家 包括发生变化 都把中国看成全球大国 甚至看成是超级大国 都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那么我觉得这个好 它在很多领域 我们还可以做这样 类似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基础设施 我们搞全球基础设施论坛 为什么不能搞 我们在会议讨论过这个 我们说很多国家 都希望建立国际组织 建立在中国 真的希望这样 你们来制定标准 制定规则 这是我受到这个 就是当初你们提出 香山论坛这个启发 我觉得这种 中国意识 全球意识 大国意识 顺便我再讲一下 我就觉得西方国家 主导的论坛 还有一点点 区别 比方说 香格里亚论坛很明显 就是英美主导的 它设计议题就是 中国的威胁 南海危机 就创造这种 议程设置非常重要的 这个慕尼黑论坛 我觉得稍微有点区别 尽管这个欧美之间 战略上是盟国 但还是有点 欧洲自己的特色 因为我比较熟悉 那个论坛 担任好多年的 那个主席一心梗 他议论坛的这个议题设计 有很多自己构思 他当时提出这个题目是 西方的存在感 就是西方没有存在感 这个题目蛮超前的 就是欧洲国家自己感到 然后去年 他那个提出的标题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做无力感 西方感到无力了 这种主题美国不会提的 但欧洲这个目的会提出来 它会带有一点点的哲学感 也是就像刚才罗将军说 他也有一点点偏对 格局的趋势的一种思考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今日至中国 竟走到了世界政治 经济 外交 科技 军事舞台的中央 把中国比西方 更现代化的地方 告诉全世界 这个对西方是个震撼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 软硬实力结合 一定会加速 旧秩序的深刻变化 中国对南方国家 增长的贡献 远远超过西方七国集团 加在一起的贡献 过去数十年 中国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 八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无疑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挑战了西方 它的价值 哦 东华民主就靠这种决心力 也在学校 新中国就靠这种决心力 要迅速崇起 《新文字集团》 通过中国 《新文字集团》 听张维统说 引语